那样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 法国人有计算过 在目前生产状况下 每个有劳动人的人 平均每日劳动五小时 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 但是没有办法满足社会 一切的政治逻辑 没有办法维持他的政治逻辑 虽然每个人干五个小时 就可以满足一切物质利益了 但是剩下来的18个小时 去掉八个小时睡觉时间 十个小时 剩下来的十九个小时 去掉八个小时睡觉 十一个小时 让他们无休止的竞争吗 斗争吗 所以在这里 你要维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就必须让一些人盲目的去劳动 让一些人的参与人际关系 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决断的决策活动 和这个影响调整活动的机会被剥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在这里隐含这个历史的非常残酷的一个 就算每个人干五个小时就足以满足一切物质利益 哪怕我们把交易时间 那个分工协作的管理的时间 还中间试错时间都算进去 它五个小时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资本主要奴隶之关系是没办法得到再生产的 因为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有闲了 所以必须要让一些人像牛马一样 像畜生一样继续在末盘上去兜圈子 这样才能使得整个统治权力体系 统治关系能够得以维持 尽管因机器改进了而节省了时间 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时间 对多数居民来说 却有增无矣 当然这里它还是一个 当然肯定会导致生产的过剩 分配的不均衡